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组合论者的上述提出了三点理由 之所以组合提出了三点理由 那么这三点理由可以说是互相联系的 但是其中起决定性 起这个决定性作用的是第三点 第三点什么呢 就是中国力量对比悬殊 中国很难取得对法战争的最后的这种胜利 力量不如人 战争的结果中国很可能失败 那么在他们来看来 那么既然中国不能够取得最后的决定性的胜利 那么采取一种非战争的办法 采取议和的办法 那么就是一种非常顺利而成章的这么一个选择 战争要失败 不能够取得胜利 那就避免战争 采取非战争的手段 议和的办法 那么这议和 那么就成了一种非常顺利成章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这么一种选择 那么正是由于有这么一种考虑 就是中国在反对外国军队的战争当中 不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 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很多人 在中国反对外国军队的战争过程当中 虽然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 还敢于继续坚持要组合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认为中国如果同外国发生战争 中国很难取得战争的胜利 所以他们要组合 那么这个也是 为什么一些原来清政府的一些官员曾经主战 后来变成组合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中国的实力不如别人 最后清政府战败了 那么他们为了维护住自己的统治 选择了战败求和这么想到了 这是我们对于这个组合派之所以组合的 那么这么一种分析 就是他们组合是基于这么三点考虑 那么下面就会要谈到 主战败和组合派 他们不同的立足点 是吧 他们的不同的这个着眼点 他们之间到底有些什么是是非非 到底应该怎么理解中国 对外战争当中是主战好还是组合好 应该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那么下面我接着讲第四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就是要讲一下 主战论者与组合论者 对于理与是的不同理解 理就是道理的理 是就是事理的是 主战论者与组合论者 对于理与是的不同的理解 这第四个问题 那么自从西方资本的国家 入侵中国以来 那么清政府内部就存在着 对外是主战还是组合的 这么一种核战之争 那么与这个核战之争相联系的 就是清朝统治阶级 对于理和事 这个问题这个矛盾的一种煎熬 就是他们处于一种理和事 两者难以兼得的 这么一种痛苦的选择当中 是选择事还是选择理 理和事之间是什么关系 那么我们在这所讲的理 是指的道理 是指的中外之间的一种是非曲直 是一种这个这个 封建的一种伦理道理 那么在这我们所讲的事 是指的中外之间的这种政治啊 军事啊 经济啊 它的一种力量的对比 是讲的一种整个的一个中外的 一种客观的一种形式 这是我们所讲的事 那么实际上清政府 在第一次亚美战争当中 清政府很多官员 就感受到了外国这种蛮横的强势 他们很强 很有势力 感受到这种强势 那么在第一次亚美战争当中 齐善就曾经向道国皇帝上奏 讲什么呢 说自己本人对于英国人 是吧 向天朝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 自己是非常的不满意 是痛心疾首 那么如果就中外关系的理而言 从这道理上来讲 自己对于英国人非常痛恨 欲灭死而昭食 他说我也希望 先灭这个英军 他说但是呢 无辱事与心为 自己的势力能力 就是力量 事与心为 跟我这个愿望之间呢 它是有很大差距 中外力量对比悬殊 因此自己不得不屈从于事 是吧 那么不得不对外议和 那么这个齐英 在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之后 他也讲了一段话 非常无奈 他说呢 我 说这次办理遗物 同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 是什么呢 叫做事出万难 形势 很急迫 迫一种形势 事出万难 侧居最下 我选择了一个下下侧 为什么选下下侧 因为什么呢 形势所破 事出万难 侧居最下 接着他就讲 说我呢 只能是什么呢 是但即是之厉害 不复顾理之是非 是吧 我所考虑什么呢 考虑这个事情的厉害关系 不复顾理之是非 我没有办法再去考虑 这个事情的是非是什么 因为什么 英国人已经打造了南京城下 是但即是之厉害 不复计 不复顾理之是非 那么也在讲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也在讲 清政府方面的理 或者中国方面 反对外国群裂的这种正义性 是吧 他完全被英国这种强大的势力 强大的军事实力 所屈服 那么感到非常的沮丧 非常的无奈 中国是有理的 是有正义的 但是呢 被英国强大的这个势 所压服 感受到了理与势 之间的这种矛盾 那么鸦片战争之后 齐英在同英国人 办理交涉的时候 感到英国人 不断的向中国提出 各种无理的要求 他认为同英国人办交涉 非常的棘手 他讲 对于外国人 是威智不可 理喻不能 威智 采取战争的手段 那么自己的事 不如人 军事实力不如人 威智不可 采取战争 中国会遭到失败 这不行 理喻不能 同外国讲道理 讲是非 那么外国人也不接受 那么因此就感到 同外国交涉 采取强势 自己没有这种强势 讲道理进行议和 是吧 那么又讲不通道理 感到很为难 就感到中国的理 为外国的事 所压服 那么也说 在鸦片战争当中 清朝统治者深深地感到 自己是正义的 是有理的 但是自己的事 自己的军事实力不如人 就是自己的这个理 最后不得不屈服于 外国的事和利 感到这一种 非常一种痛苦的 一种选择当中 那么经过第二次 亚非战争 那么清政府的一部分官员 对于中外之间 这个事和理之间的关系 这个认识 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或者说 对于西方国家的这种 强偏政治 军事外交 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 一个认识 那么李鸿章曾经这样讲 他说这个洋人 是论事不论理 外国人只讲谁有势力 而不讲道理 比以兵势相压 就是外国人 用强大的军事实力 来压迫我们 威胁我们 而我地狱 以比蛇胜之 我们那是以比蛇胜之 用比 办外交交涉 蛇 来这个口头交涉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 来战胜这外国人 说此 必不得之数也 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 办不到的 那么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李鸿章提出来 中国要想抵御外物 不能够把希望 完全寄托在比蛇的这种外交交涉上 需要怎么样 需要自强 自己要发展自己的这种军事实力 企业 要发展自己的这种民用工业 增强自己的国力 要自强 如果说中国不自强的话 战首 截不足视 无论是战争 还是防守 都没有办法依靠 那么即使中外进行谈判 进行了议和 何意不可久矣 议和也不能够长久 那么讲到这个时候 中国所面临这个 礼和式的矛盾 我们还可以讲几个例 你比方讲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曾国藩 在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 明显的是对外妥协 为这个事情 人们对于曾国藩的批评很多 曾国藩自己也讲 说自己处理天津教案 对外过于软弱了 叫做什么呢 内疚神明 外残轻易 对内来讲 有愧于神明 对外 就是很惭愧于轻易 因为轻易力对自己的批评 那么曾国藩的讲 他说我本人 起真愿 酷孽五民 以快敌人之欲 他说我真的是愿意 残酷的镇压国民 来逃外国的欢心吗 他说不是这样 他说因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这个外国人 是专论强弱 不论是非 外国人专论强弱 强弱 看谁的力量强大 是吧 不论是非的 他担心呢 如果对外交涉 是吧 不对外妥协 不镇压天津这个人民 就会导致中外之间的战争 他说边信一开 则兵连祸节 穷碎 累穷年 而未宜 就是战争会常见的爆发 那么因此 当时曾国方的讲 说他之所以对外妥协 是吧 是偏信了一部分人的一种主张 就是一部分什么人呢 就是讲论事的人 论事的人讲什么呢 论事者 则为中国兵疲降寡 讲说中外势力 中外力量对比 中国是兵归降寡 自己力量不如人 因此要对外国妥协 这是曾国藩讲到 他在处理天天教案的时候 所面对的事和理之间的 这种矛盾 这个不可兼得的一种痛苦 那么这种事和理 是吧 不能够兼而有之的 这种矛盾或者痛苦 始终困扰着 新王朝的这种 办理遗物的外交官员 那么有一个人 叫做张志栋 最初是个清流派 后来转变为洋务派 那么张志栋 对于这个理和事 这种关系 做了一个考虑之后 他自己自认为 找到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张志栋讲 他说呢 为国 则舍理而言事 为人 则舍事而言理 什么意思 他说作为一个国家 他要生存 要自立 就必须呢 要舍理而言事 不能够再去讲 封建的伦理道德 是吧 讲什么是非许直 是吧 因为什么 洋人士论事不论理 一个国家要自立 说为国 则舍理而言事 是吧 你要发展自己的国力 要发展洋务事业 增强自己的国力 去对抗外国群力 为人 则舍事而言理 作为一个人 是吧 要进行 道德上的修养 是吧 要遵守封建的伦理道德 不能够去讲事 不能够去搞那些 这个这个这个 一般的那种利益的东西 那么张之洞 他认为他找到了 一个两权之法 那么实际上张之洞 是不是找到 一个两权之法呢 我认为他没有找到 那么实际上张之洞 在处理中外关系的时候 只能是二者选其一 也就是说 在处理中外关系的时候 要舍理而言事 是吧 就是要发展自己的 这个军事工业 民用工业 来对抗外国群力 那么在中法战争 爆发的时候 法国驻华公使 叫做托古利 明确的向李鸿章讲 李鸿章同在办交社 托古利一直说 说幕下情形 只论事不论理 说就现在而言 是吧 不要讲道理 只讲谁的军事实力强 只论事不论理 那么人们 是吧 在处理中外关系的时候 如果说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既有理又有事 既有道理 是正义的 又有强大军事实力 那么这样人们 在解决中外争端的时候 就不会发生分歧了 为什么呢 那么既可以 以势为坚强的后盾 是吧 先礼而后兵 我有强大军事实力 先跟你谈 谈判不行 然后再武力解决 可以先礼而后兵 以势为后盾 那么也可以什么呢 先兵而后礼 势力很简单 我先打 打完之后 再从你谈判 再讲道理 那么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在现实的国家关系当中 既有理又有事 这种情况 实际上是不多见 那么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 当时中国已经沦为 半封建半臣敌社会的国家 那么中国不可能 既占有理又有事 就是中国呢 往往是有理而无事 自己是正义的 有道理的 但是军事实力不如人 没有事 那么因此 亲王朝在考虑 对法问题的时候 在体决中央争端的时候 经常表现为一种什么呢 理论道义 和客观能力之间那种矛盾 主观愿望 与现实可能之间的这种矛盾当中 就是自己从理论道义上讲正义的 但是客观能力 能不能够打败法军呢 从主观愿望上 是吧 我希望抵御外物 战胜法国人 实际能力能不能达到呢 出了这么一个 一个矛盾当中 或者说不可兼得这么一个矛盾 矛盾当中 那么我们通过对于以上 中法战争时期 亲统治集团成员 他们这种思想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主战论者和组合论者 他们思考问题的这个角度 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或者说他们考虑问题的立足点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怎么不同 主战论者主要是从理 从道理 是非 从这个角度 从理论道义上来立论 他是在论证 中国进行武力 圆越抗法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回答的是 中国应不应该圆越抗法的问题 而组合派 组合论者 他主要是从呢 是从事的角度 从客观能力 从现实可能方面来立论 那么他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主要考虑的 是中国能不能够战胜法国人的问题 那么尽管他们也承认 中国有圆越抗法这种正义性和必要性 但是他们更多的考虑的是 中国能不能够 圆越抗法 取得胜利的这种可能性 就是主战论者和组合论者 他们考虑问题的立足点是不一样 所以说得出来的结论 也会有很大不同 那么也就是说 无论是主战论者 还是组合论者 他们的政治主张 都既有他们的这种合理性 同时又具有他们的局限性 关于他们这个主战主张 或者组合主张的这种 合理性和局限性 我们下次可再讲 那么这个问题 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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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